大家好 歡迎收看潮玩科技 人人手上都有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 經常用來拍照 基本上都可以取代用數碼相機 但有時越拍越多 都用了不少機內記憶體空間 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大家 把照片夾充備在雲端 是否是好的做法 這一集我們請來Linus Pilot 高級顧問麥京倫 跟我們介紹一下有甚麼Apps可以幫助大家 Kenneth 你好 現在經常用手提電話或平板電腦拍照的時候 會用了很多記憶體的空間 經常都怕爆發 究竟有甚麼辦法可以做呢 把照片拍完之後 備份在雲端 是否一個好的做法呢 多不多人用 其實現在很多人用這件事 除了因為照片本身咬很多記憶體之外 如果你萬一真的不見了電腦的話 你所有東西都會不見了 所以其實雲端備份是一個好的方法 將照片上載到一個地方 然後你就算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點 你只要鎖入自己的帳戶 其實你才能看到所有東西 亦都是不用怕不見了電話的時候 就會不見了那些照片 但是現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又會不會很麻煩呢 以前是麻煩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手機拍的照片 可以拍的照片的尺寸越來越大 首先你要把它resize 做一個比較小的尺寸 然後一次過 upload 上去 但是現在方便了很多 如果你用譬如我們用Picasa 這些雲端服務 它會有一個程式和你自己resize 相片 在手機上然後就 upload 上去 這個過程有多方便 我們試一下 其實這個是Google Tools 本身有一個叫Picasa Tool 你可以隨意 upload 一些你在手機上的照片 你看到右上角有個上面墊咀的按鈕 這個其實就讀取了你本身手機裏面的一些照片 例如我看到現在這張照片 選了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 upload 上去 你現在選了其中一張 對 選了一張照片 選相簿 它一開始會有 Dropbox 在這裏 但是你做的相簿出來 我這三個交叉自己做出來 你自己選上簿 然後就上傳 它就會告訴你它上傳的 有些廣告也不用理會它 上傳之後 你去Picasa 那裏 就會見到 resize 會見到 有個剛才上載的幾張照片 對 這樣就在這裏 這張就剛剛放上去 是否可以一次過放很多張 其實可以的 一次過在剛才的畫面 你選很多張 你選很多張 卡很多張 就可以一次過 upload很多 但是時間可能要長一點 長一點 就是它是完整這麼大張 這麼放上去的 完整又可以 你將它resize 又可以 其實這裏還有另一個方法 更加好 任何這些雲端服務 其實它有一個size的限制 你放的相片很有限 但是如果你加入了G Plus 即是Google有個社交服務 你就可以在Picasa那裏 上載無限的相片 但是條件就是 你每一幅相片的大小 長度或者闊度 最長到2048點 但是有沒有一個做法 是可以不用做你剛才的步驟 就可以自動把照片上去的呢 有的有的 因為譬如Google有一個功能 Google Plus 它本身有一個功能 叫做 Instant Upload 我們看回你現在 其實看到Google有個手機 通常會有一個 叫Google Setting 的東西 Google Setting 裏面 你會見到一個Google Plus 當然你要開一個帳戶 但是你會見到一個 叫 Instant Upload 的功能 Instant Upload 的意思是 如果你可以 其實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你現在有3G Connection 的 你有Wi-Fi 的 你拍照的時候 每拍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自動就會升上 一個叫 Instant Upload 的Folder 如果你說 我沒有3G Connection 我只有Wi-Fi 你也可以選擇的 譬如選擇 這裡 Only Wi-Fi 就是我們選擇 是不是只是Wi-Fi 或者我們用3G的訊號 來上載相片 如果你有聯絡 如果你有聯絡 就可以選擇 任何時間都上載 當然也可以選擇 我只是在充電電話的時候 我才會上載 這樣也可以 也可以上載 上載的意思是 你現在把所有的 拍攝了的照片 全部上載 當然這裡要花一段時間 那權限的設定又是怎樣 可不可以調整照片 只有自己看到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它已經設定到 只是你才看到 當然你說 我可以設定 讓其他 組織網絡的人 看到也可以 這個就會方便一些 譬如說 一些老人家等等 他不懂這些技術 你不要叫我Upload 叫我搞這麼多 他每拍一張照片 就自動你會看到 好啊 如果喜歡拍照的話 或者喜歡和其他人 分享一下 你上來看的人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做法 這一集的 趙雲科技來到這裡 集結後 幾步 多小字牌 都在看 首次 深клад 王 小 微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